开启专案 网格产生后,接下来我们要建立您的分析专案 eDesign内建互动式专案建立精灵 可协助您以步骤轻松完成所有设定 首先,在指定栏位输入您的专案名称以及储存位置 配合此专案的进行目的,可同时设定机密等级或密码 接下来请设定应用制程 本案例以电子连接器作为模型 制程分析请选择传统设出成型选项 同时请于下拉式选单中挑选合适的应用领域 或自行手动输入 在第三部分析引擎的设定上 此部分请跟随画面选择3D实体分析引擎 并于对话视窗出现时 点选eDesign作为系统判别 接着,您可在其他设定的资讯栏中 输入您的委托人、分析人姓名和专案摘要 这些资讯在日后将能有效帮助您回溯您的专案记录 恭喜您完成专案的设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